大家好 我是添神 今集要分享我這台介紹的第二位女歌手Jace 其實她在兩年前出道 懂得自己寫歌和跳唱是一個很全能的女歌手 加上Jace的形象非常百變 充滿了可愛和野性的一面 深受各大平台的惡迷喜愛 我自己都很喜歡她 她的開朗 有時候很傻 有時候很帥 絕對就是我的type 開始介紹Jace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和讚好 記得追蹤我的IG 追蹤樂壇最新資訊 Jace 陳凱榮 3月11日生日 今年27歲 Jace 自小喜歡唱歌 跳舞 打扮的造型上都喜歡很多花款 因為這樣Jace 至少希望把興趣變成自己的事業 在成長的路上很努力的裝備自己 聽很多不同文化的歌 中式 西式 流行音樂都有聽 而且不斷學習音樂 作曲 電結他 唱歌 都不斷嘗試 而她的最大夢想 她竟然是搖滾歌手 將來 看看會不會看到 Jace 她可以唱到搖滾的一面 給大家看 但是 途中 竟然被自己媽媽說 她唱歌不行 她批評了她 打擊了Jace 的自信 令到她慢慢放棄了她的歌手夢 其實我自己也有個歌手夢 都一樣被很多人評擊 因為真的沒有實力 但我覺得Jace 其實是很有潛力 無論她的聲音 和她的活力 和天生的氣場 真的很適合做一個歌手 或者一個藝人 Jace 之後 在香港浸會大學傳理系畢業 BU 已經出名了 如果她不做歌手 應該都會是一個主播 而Jace 在出道之前 其實都是環球娛樂網誌的娛樂主播 都真的做過主播 主播這個職位 其實就是和歌手的距離 借摩琴那麼遠 不斷訪問自己身邊的歌手 做主播那兩年 其實Jace 自己也說 半隻腳踏入娛樂圈 但感覺到很多人都比自己 自己比不上其他人 之後都令到Jace 決定重拾音樂 開始寫歌寫詞 找樂隊夾樂隊 希望可以追趕到 自己訪問的人 盡可能充實自己 希望有一天 他可以成為被訪問的人 之後Jace 有空的時候 都會很積極參加一些音樂創作 都會經常上載自己不同的翻唱歌曲上網 最終終得償所願 獲得環球唱片的主意和機會 在2019年 成為樂壇的新人 算是一個夢想成真 他在這一年 推出了三首作品 分別是想突然、想正常和講 最瘋狂的是這三首新人作品 其實他自己都有份參與創作 所以天分和潛力 他絕對是有的 而想得然 想正常和講這三首歌 其實都突顯了他多變的一面 突然間 想突然做一些事 突然間又很正常 你看到他很跳脫 很開朗 有很多不同的一面 在等大家發掘 Jace最後都實至名歸 在年尾的時候 拿了新城敬包頒獎禮的 敬包新人獎項 Jace更加在2020年大爆發 創作了一首歌曲 《天生異品的旋律》 鼓勵聽眾可以相信自己的存在價值 絕對不要因為其他人的質疑 而放棄自己的夢想 回顧我們很多樂壇的人的經歷 其實也是 很多人會在路上質疑你 我自己覺得這首歌很有意思 就好像Jace自己當初的經歷一樣 只要你相信自己的存在價值 你就一定有機會會成功 我覺得這首歌很有意義 有活力和好洗腦 也成功成為了他的首支四台冠軍歌 這首歌先後在Trill Club推介榜 903主業推介 《新城敬爆流行榜》 和中文歌曲《龍款榜》登上榜首 之後就接著超好成績 推出了超好聽的情歌 《隔離》 相信很多人都應該聽過這首歌 特別是Jace和林家謙的合唱版本 我覺得是真的完美之作 《隔離》也成為了那一年的新城 勁爆頒獎你的十首勁爆歌曲 成績都是超級好 Jace因為很多爆歌進出 就開始成功走入觀眾的身裏 很多人就認識了他 Jace在那年的《戚冊樂壇流行榜》 頒獎典禮成為了我最喜愛的女歌手 首輪投票和Trill Club推介榜 年度推介的八強位置 到了2021年 Jace一樣接著了自己上兩年的好成績 多次在Trill Club和《戚冊樂壇》獻唱 又跳又唱 證明了自己的實力 也證明了大家對他的肯定 Jace再次派出四台冠軍歌《I Wish》 當時在電堂都瘋狂給他洗腦 去到哪裏 基本上你開著的電堂都會聽到 而最近推出了 《沒有無緣無故的行和收聲多謝》 都看得出 Jace的形象由始至終都是這麼白變 這麼有趣、這麼新鮮 看過他所有作品之後 就知道Jace不單止形象多變 連不同音樂風格都可以駕馭 無論挑唱、情歌都一樣沒問題 而Jace最終的目標 他自己也說過 就是成為一個創新有影響力的歌手 用自己的方式去唱歌、演戲 不希望密手成規 希望有朝一日 他可以發覺到自己一套獨家的唱歌 Jace不單止唱歌 他連演戲也有參與過 也不錯 他參與演過ViuTV的劇集《分來情》和《娛樂風雲》 憑他多變和鮮明的個人風格 我覺得他將來在戲劇上應該會有一番著為 這個唱而優則演 作為近年的新人 我覺得Jace絕對是大家值得留意的女歌手 希望大家可以留意多些本地樂壇的不同歌手 除了MIRROR之外 其實我也有做很多其他歌手的背景介紹和故事 最後希望大家記得訂閱和讚好 支持我為大家帶來更多音樂故事 最後希望大家幫幫忙 追蹤我IG 最終更多娛樂資訊 希望大家喜歡這集 大家好 感谢观看